胡明轩连得7分后仰天长啸 李开尔忍着右脚踝剧痛打进2加1 赵瑞连续轰进高难度3分 中国南兰这帮小伙子们真的太想赢了 刚刚结束的非法国际团结杯热身赛中 中国南兰虽以64比87输给了塞尔维亚南兰 但是在面对这个世界第六的对手时 所有人都打得非常硬气 甚至可以说咱们的小伙子们都在拿命在拼胜利 本场比赛是李开尔的国内首秀 比赛地点之所以选择在了深圳 也是为了方便70位亲戚在家乡看他 李开尔今天拿到6分4篮板4助攻的表现 得分虽然不多 但他在赢球的态度串联球队 防守段的表现绝对不是能用数据来衡量的 尤其是第一节末端 当所有人都认为 李开尔在这个险些崴脚的球发身后会下场时 他却选择了拼到底 而随后的2加1直接也让全场沸腾 也鼓舞了团队所有人 本场比赛后卫线胡明轩发挥神勇 小胡从第一节开始眼神里边充满了杀气 他一次次用身体碾到禁区 全场砍下14分 在第三节更是连得7分 进球后后空翻 仰天长笑 胡明轩在不断用高难度进球 打脸质疑者们的声音 而刚刚被交易到新疆 被所有人嘲笑能力不如周旗的赵瑞 一次次投进关键3分 就连坐在场下的杜峰都惊呆了 此外内心胡金秋 王哲林也多次硬顶塞尔维亚球员 打进2加1 虽然第一中锋周旗错失了几次关键球 但是在乔帅的指导下 他也在被换下场之前 用博命篮板球将功补过 硬气十足 面对实力强大的塞尔维亚 热身赛输球并不重要 关键是这场比赛 我们看到了中国南篮的进步 血性 进攻的流畅性 五天后的南篮世界杯 面对南苏丹 博多里格 咱们真的有机会去赢